女厅官要在北京买别墅,招开发商要了百万。 摘要给儿子换了福特一虎再换别克昂克雷,女厅官要前半事先后十一,四项开发商索要千万余元这名女厅官继新疆自治,须民政经元当组书记,副厅长莫娟她于2016年12月因贪污,受惠领刑16年, 她被指2003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职务遍地,为新疆一家房产公司董事长、关某,再承拦项目等方面谋取,立先后十一次索要或者非法收受关某财务合计1307。 73万元正之,圈昨日发现莫娟所会细节经裁判文书网披露开发商官小伟一, 犯单位行贿罪领刑一年法院认为这一千多万中,有587万是官小伟, 给予莫娟的好处为莫娟为其所在单位招投标,提供帮助这一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其, 她经莫娟所要但是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所要800万在京,给儿子买别墅,按照莫娟的说法。 2010年她在北京看上一套别墅,2011年下半年要求官小伟筹挫800多万人官小伟同意了并用自己的身份证, 办了一张交通银行卡,给她承诺把钱打再砍张抢,上随后,2012年1月、3月、4月官小伟分4笔, 给莫娟打了848万打钱,过程颇为曲折,第一笔48万打完后, 官小伟曾请求莫娟打电话催携工程款莫娟打电话后, 官小伟很快又打了300万,而莫娟则因交房款期限将到打电话催官小伟再打400万, 官小伟虽然很为难,但在4月份官小伟给我打了400万元, 莫娟在证言中说,根据官小伟的供述,2009年, 他想承拦自治区民政经卢愿解康复中心综合楼工程挂套, 在新疆建工集团去找莫娟,帮忙招投标并向其成诺案利润的6%给其好处费, 给儿子换了福特医虎再换别克昂克雷, 在官小伟的裁判文书中莫娟的儿子李卯多次出现不仅是买房莫娟, 还两次因为儿子家要换车, 找到官小伟在官小伟同一忙忙处理旧车的情况下收钱, 却不给车官小伟, 供述说2010年5,6月份的一天莫娟打电话, 叫他去他家,说, 他儿子李卯开的福特医虎车小了点想让他给换大一点的车, 他同意了表示要将李卯的旧车折底给建材, 商在建筑行业里拿旧车底建材块很普遍, 随后他联系李卯称说好建材, 商将车折底,50万并将50万汇给李卯, 但最终李卯没将车, 开过来还说已将车卖掉了, 2010年年初我想换一辆大点的别克车就给我母亲说, 那他说他来想办法, 李卯的正年正时收了50万没给车, 2010年我以21万元的价格将车卖了, 这样的事情四年后, 又发生了一次李卯的妻子刘某正言称, 2014年我想换, 辆车和李卯商量决定将我家现有的别克昂克雷轿车交给关小伟处理我吧, 资料扫描后发给关小伟他说, 他想办法, 大约在8月下旬, 他给我的中国银行卡上打了65万元, 后来车也没有给他, 莫娟证实这一事情的背景是为关小伟在承拦自治区民政兴工程项目毛取利益收钱后, 决定不将别克昂克雷车给关小伟, 莫娟资料图索要了500克的金条, 却没办, 答应的事儿, 裁判文书的内容显示莫娟, 也不只是给儿子牟利益, 检查机关指控, 2012年1月被告人关小伟遇利用莫, 某担任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的职务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